花样滑冰运动员浅田真央表情非常丰富 曾是日本体坛第一女神花样滑冰,是一项很优雅的运动羡慕 谈到花样滑冰有一位来自日本的美女运动员非常出名 她叫做浅田真央,其实一开始她是学芭蕾舞的 在1995年的时候跟着自己的姐姐学习花样滑冰 之后她开始在国内的比赛展露头角 并且在日本国内获得了全国冠军 有人称赞她就是为花样滑冰而生的 浅田真央,出生于1990年,今年28岁,毕业于中京大学 曾经三次拿到了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的冠军 在亚洲范围之内,只有她一人做到 2017年她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她曾经是日本花样滑冰公认的灵魂人物 她的精神感染了很多日本的普通人 甜美的外表和野 让她在日本甚至亚洲范围内拥有超高的人气 她所获得的成就已经超越很多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选手 浅田真央确实是各大心脏的运动员 越重要的比赛,现场的观众越多 她的表现就会越出色 她曾经表示,我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 给所有喜欢我的观众,现场的观众越多就越能调动我的兴奋度 我就能表现得越好 浅田真央这样的素质是非常难得的 很多运动员会因为在参加重大比赛的时候心态不好影响自己的发挥 她恰恰相反,比赛的关注度越高越能激发她的潜能 不得不佩服浅田真央,浅田真央在比赛中是非常投入的 她乐于把自己融入到比赛中,所以她的表情也相当的丰富 经常能在比赛中看到她甜美的笑容 不过不是每场比赛都是顺顺利利的 当有一次她在比赛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也是十分懊悔 当时在现场的摄影师也拍到了整个比赛过程 浅田真央整场比赛的表情相当丰富 2017年浅田真央宣布退役的消息 震惊日本体坛 她表示,一切到此为止 感谢那么多人一直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才能让我坚持这么多年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